都还是维持在80公里 中心风速其实没有明显的增加 距离中台的下线都还有一段距离 中心位置目前大约是在宫古岛附近 路径上面看起来是持续往西北的方向来前进 那我们现在主要受到它的影响是有两个部分 那在第一个部分 北台湾现在的民众外出的时候 有的时候感觉一阵降雨 有的时候好像云稍微开一些 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外围环流 带进来这些比较零星松散的云气 造成在北部地区有些的局部阵雨 还有一些阵风伴随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降雨形态 接下来一直到下午都还会持续 偶尔会有比较长时段的降雨 都是因为它的外围环流云气的影响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降雨 我们注意到现在在中部地区 有一波比较明显的降雨 从凌晨到现在累积雨量 中部山区已经来到了 大约100多毫米以上 那还没有到毫雨等级 不过雨量会持续再累积下去 主要就是因为现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偏西南风进来 迎风面的陆地以及山脉 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局部的 受到地形抬升的明显降雨 那这样的降雨形态 同样会一直持续到明天 所以北部地区以及西半部地区 还有各地山区的朋友 都要注意到这个台风带来的雨势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在浅势路径上面 目前它距离台湾 大约是在整个宜兰的东方 大约190公里 路径上面刚刚有讲到 往这个东北的方向 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它的中心大约是来到台湾 比较偏北北东方的位置 那在这个时间点之前 大家要注意到的 其实是基隆北海 以及万里 还有淡水的沿海地区 这边现在这个时间 阵逢大潮 所以如果有一些海水 比较高的水位情况之下 再加上这个迎风 比较容易会有一些海水倒灌 尤其是丢阿地区的朋友 就要特别注意 这种灾情的出现 那另外随着这个台风 持续的往北 风向也会逐渐的 从西南风转一偏西风进来 那当然像是在迎风面的 西半部地区 雨势会稍微再往北移动一些 整个竹苗以及中部地区 尤其是在桃竹苗山区 雨势也会慢慢的开始出来 所以随着台风持续北移 整个灾情会持续的 往北边来移动 几个地方要特别提醒大家 快速带过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北桃 以及苗中头 还有南部地区 现在要发布大雨特报 中部的山区 则是发布了豪雨特报 大潮的部分 刚刚有提醒到 北部东北部地区要防烟水 那在长浪的部分 澎湖马祖南部 东部北部沿海地区 目前都有发布几报 高温的部分 这比较特别 台东地区要小心 今天有机会出现分风 所以可以说全台 都会受到相关的影响 大家还是要做好 相关的防台准备 以上最新天启资讯